OdioJungle 波兰、立陶宛、拉托维亚 1991年苏联解体成15个新国家 除了波罗的海三国 其他12国组成一个新的联盟 独立国家联合体 以下简称独联体 组成独联体的原因 最主要有两个 一是各国与西方对抗多年 害怕解体后 遭到以英美为首的北约清算 对各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堵截 二是各国领土纠纷和民族矛盾 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的组织来做裁判 图白俄罗斯街头美女独联体应孕而生 很好的完成了这两大使命 特别是在处理领土纠纷和民族矛盾方面 避免了发生像南斯拉夫那样旷日持久 生领土汉的内战 起了文明离婚的作用 不过当时各国也心存顾忌 如果独联体总部设在莫斯科 各国领导人开会又将前往苏联的首都 各国担心会受俄罗斯的羁绊和束缚 图白俄罗斯街头美女 白俄罗斯是苏联各国中与俄罗斯最亲密的国家 独联体首都设在白俄罗斯明斯克 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各小国松了口气 俄罗斯也能接受 1992年 独联体作为一个整体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 并且获得金牌第一 图白俄罗斯街头女兵 2005年 土库曼斯坦因 致力于成为一个中立国家 宣布退出独联体 2008年 格鲁基亚因为与俄罗斯在南澳塞梯发生战争 宣布退出独联体 2014年 乌克兰因克里米亚问题与俄罗斯闹翻 启动退出独联体的程序 目前独联体正是会员国事9个 总部依然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